欲古瑶又步入了余生请多指教的那种模式 从暑假开始 每个月都会有爆料称 欲古瑶将要被定档播出 遗憾的是 这些个业内的预言相继碰壁 与其关注这些不靠谱的预言 还不如看看欲古瑶援助朱妍 为追剧做一番攻略 也许会发现一些惊喜呢 朱妍中时影第一次登场 会是在那么一番景象呢 借助欲古之力 他幻化出个和他一模一样的傀儡 就在他凌空不成之际 他一头撞上了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石影 苍月这样描述石影 荒漠暴雪之夜 一个打散的年轻男子从黑暗中走来 轻飘飘地站在了他的面前 地理环境贫瘠而恶劣 然而 就在荒凉之地 一个年轻男子晃入镜头 他轻飘飘地现身 飘渺而灵动有些人之姿 苍月紧接着近距离观察他 一袭白袍在眼前飞舞 袍脚上绣着熟悉的云纹 赖赖的雪花 落满了那一把 绘着白色蔷薇的伞 伞下是一双淡然的双眸 正俯试着狼狈跌坐在地上的他 微微促起眉头 他一身的白衣圣雪 九一山不但和西荒千叉万别 地理上也是千里迢迢 他飘然而至 竟真的和神仙一样 空幻而绝妙 一段文字里 苍月两次描述石影的眼睛 淡然 冷澈 但玉谷瑶的剧照中 肖战饰演的石影淡而不冷 气质上呈现出来的 绝对是令人耳目一新的 尤其是肖战的眼睛 一潭深水一样 也如寒夜的星子 内敛而深情 似有千言万语 欲速还修 肖战的石影在眼睛上 和朱颜中的石影神似 朱颜中的石影是美人间 肖战的石影也有美人间 读了这段文字 美人不相信肖战没有读过朱颜吧 两人真的的一个母子 里里外外都如出一辙 肖战善于学习 愿意在拍戏前 投入时间 精力去做准备 作为粉丝 你看到苍月的描述 会有哪些感触吗 你觉得肖战对石影的还原度高吗 欢迎留言讨论